老游时谈,大家好,我是老游 最近有一名自称是留学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在小红书上发了一篇帖子 说他在毕业前刷爆了美国的信用卡 总共刷了大概有14万美元的额度 折合人民币大约是101万 然后就逃回中国了 而且他还在帖子里声称 说这是给美国资本家的最后一个教训 我们来看一下,他在帖子里是这么说的 说在这里要感谢Chase,花旗和美国运通 这是三大信用卡公司 感谢三年的陪伴 虽然你们的银行服务真的很好 可我始终记得自己是中国人 和自己振兴华夏的使命 让用这人生的第一桶金 回去给祖国添砖加碗 同时也作为给美帝国主义的一记重拳 给美国资本家的最后一个教训 这个信息在网上被很多人转载后 现在在网上已经炸锅了 虽然现在我们无法确定 这件事情到底是真是假 但据媒体报道 说根据加拿大的一位移民律师讲述 他确实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中国留学生在离开加拿大之前 刷爆信用卡的情况 在临走前说是狂买电脑 手机 衣服 化妆品 然后在离开之前 低价给他卖掉 他曾经受聘追踪 这些欠债不怀的非加拿大居民 但是由于刷卡人已经离开了加拿大 你要找他非常困难 而且这种事情又是属于民事案件 所以警方一般都不会介入 追查起来非常困难 不过据这位律师的这么描述 说明这种情况在海外它确实存在 所以对于刚才那位在小红书上 自曝刷卡后逃走的这个事件 就引起了海外华人的广泛关注 甚至还有人将这个帖子的内容 翻译成了英文 传到了美国的论坛上 引起很多美国网友的关注和讨论 对此有美国网友留言 说主张美国政府 应停止向所有中国留学生提供信贷 就是信用卡也别给他们办了 意思就是 甚至还有人表示 对中国留学生抱持警惕态度 不是没有道理的 你看这就是产生的这个负面影响 不良的影响 所以你看这个事情 它的影响极坏 不管这个事件是真是假 自从它的这篇帖子发出之后 这个事情的负面影响已经产生了 在美国或其他外国网友的心目中 对中国留学生所留下的负面影响 确实已经产生了不良效果 所以我觉得 这个留学生的做法 不但不是爱国 而且以严重损害中国人的海外形象 如果把这种低劣的行为 看作是爱国 或者在网上对他的这个行为 有些人甚至表示赞扬的 说他做的好 所谓的这些爱国党 爱国同党 其实都是愚蠢的害国贼 爱与害的区别都分不清 可以说这个人白留这个学了 白读了那么多年的书 更可耻的是 他竟然还把这种极其败坏的行为 称作是给美帝国主义的一记重拳 给美国资本家的一个教训 你说是不是要脸 试图用爱国的这面大旗 来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遮羞 这是爱国吗 以损坏性欲的不诚信行为 来教训你所谓的心中的仇敌 这样的行为 他确实是爱国的吗 是正义的吗 你以后就这么教育你自己的孩子吗 如果你忍不住 想多刷一些美国的信用卡 然后赖账 你别说 最多这也就是你的个人行为 在美国刷完信用卡不还 或者还不出来 被扣信用分的人 其实也大有人在 这种行为对于银行来说 最多也就是把你列入 失信人名单 最多也就是个人行为 个人信用受损的这个问题 但你这倒好 把自己的这个个人失信问题 硬是给按到了爱国的这个模子上 你这是想让全世界的华人 替你的失信行为一起买单吗 让你所热爱的祖国 为你的低励手段和不道德行为背负 骂名吗 这种行为 它不仅在美国的银行系统内 会对后面的赴美华人留学生 造成不良影响 同时 也是对全球华人诚信度的一种抹黑 俗话说 一颗老鼠是坏了一锅粥 这样的老鼠确实可恨 其实这个人他是不太聪明 说白了就是愚蠢 他要是真的刷爆了信用卡 你偷偷的跑了 跑了也就跑了 其实这些银行也不能拿他怎么样 如果你确实没有资产 又无力偿还 人又找不着了 最多也就是影响他的信用记录 而美国的信用记录 大多数的负面信息 通常在信用报告上 一般就是保留七年 七年之后 这个负面的信息可能就刷新了 但是你现在 把自己的这个行为发出来了 假如引起了银行的关注 进行了追踪 那么这个行为 它可能就不是信用卡的信用行为了 而就成了一种欺诈行为 而欺诈这是一种犯罪行为 是你的主观行为 所以这个人 他不是坏 而是蠢 而且在极蠢的情况下 还损害了国家形象和华人信誉 马斯克又在憋大招了 他的大脑芯片新创公司 叫Nirlink 现在正在寻找 向第二个人的脑袋里面 植入芯片的手术对象 据马斯克在X平台上介绍 说今年稍早 他的这个公司 已经成功的将一个大脑芯片 植入了第一名患者的大脑中 而这个芯片的作用 是植入之后 它可以让人用意念 来操纵手机和电脑 眼睛一瞟 电脑就开机了 手机就打电话了 说之前 在第一位试验者的脑部 植入芯片之后 这位30岁的瘫痪人士 他是颈部以下 全部瘫痪的一位试验者 被植入芯片之后 他就可以用意念开始上网了 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了 甚至还可以用意念 玩游戏打电动了 你说这马斯克确实好像不是地球人 总是在引领人类向前狂奔 不过这种意念芯片 真的要是实验成功了 会不会对人类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呢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科技是把双刃剑 今天华尔街日报 爆出一则消息 说由川普任内的政府官员 川普的支持者 以及保守派移民倡议团体 组成的幕僚团队 现在已经开始在草拟行政令 和政策备忘录等文件 准备在川普上台后的第一天 以迅速的空前规模的 来驱逐无政客 据报道指出 说川普阵营正在讨论的议题 包括如何加快庇护听证程序 让驱逐行动可以更快完成 而这几年来 拜登政府为数十万无证移民 推出的保护规定 可能也将会被取消 同时还将逼迫世界各国 接收遭美国驱逐的公民 据一些内部人士判断 说像巴拿马等南美洲国家 和一些非洲国家 可能愿意和美国合作 跟川普政府达成庇护新协议 不过据外界分析 川普的这个驱逐行动 可能也会遇到较大阻力 因为目前在拜登任内 还没有任何驱逐 非法移民的法规 即便其中的一些无政客 可以被驱逐 但如果他们的母国 要是不收 不接收 你也没有办法 比如像委内瑞拉 像俄罗斯等一些国家 要是不收 你也没办法 在外交层面上 可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要去谈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个 关于拜登支持度的消息 据纽约时报今天报道 在宾州 亚利桑那州 密西根州 乔治亚州 内华达州 威斯康星州 这六个关键性的决战州 上一届大选中 在2020年 曾把票投给拜登的选民 现在已经有14%表示 今年不会再支持拜登 据一位家住 拉斯维加斯的退休的 餐馆员工叫魏斯特 他说2020年 他把票投给了拜登 那是因为想让前总统 川普下台 但现在他认为 那是他这辈子 做过最大的错误 他说现在 衣食住行各种开销 全部都在增加 经济已成为 他目前的主要考量 所以今年他将不会再支持拜登 据纽约时报和西耶纳学院 最新进行的联合民调显示 像魏斯特这样的选民 曾在2020年 投给拜登的决战州选民 现在有14%都决定 不再投给拜登 将改投川普 或第三党的候选人 甚至不投票 据追踪调查发现 这些决定改投川普的选民 大多数都是因为经济问题 希望川普在经济方面 能够有一个基本的改革 其中在这些人中 以年轻人和西语裔居民居多 而过去长期以来 这两大群体 一直都是民主党的主票仓 而现在这些选民的投票倾向 开始越来越转向共和党 拜登同志 你是不是得反思反思了 这原来的铁粉 怎么现在纷纷都转向了呢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